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把它抓圆 腌制一下 腌制十几二十分钟 这个辅料就比较简单了 撇薄 然后这是大蒜 大蒜同样把它撇薄 家里面的刀撇薄了大蒜的 可以刀骨包来收厨制作菜 找我买 然后把它切成粗壳 再准备点青小米 吃不到那么辣的 你们可以用那种青二斤条也可以代替 把青小米切成壳壳 好 装起来 大葱 切成小块块 准备点指甲 不需要太多 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色 装起 为了提升辣味 我们再准备几颗红小米 红小米 可以用血刀的方式切成薄片 或者长条 有鲜花椒 有鲜花椒的 准备点鲜花椒 来 起锅 烧热 来 锅烧热 烧热后就下药 切胖油 把油温 提到路上可以 油温炒味都达到了 现在我们就把我们 拿好的那个土油 给它放进来 不要发自粘连 我们用炒一下 边滑油 边给它推散 看到这个土油 拿得有点黄酥酥的 就把它倒出来 现在煮起锅 下油 一边点 把干花椒 把这些糊料倒进来 姜葱蒜 指甲 现在它 炒一下 火香 那些我们的姜葡菜底料 这不是火锅底料哦 那些姜葡菜底料的 可以来找五百亚 好 好 现在把这个醋料重新回锅 把它炒匀 闻到这个香味出来了 就下青椒 加入盐 煎鸡煎鱼 胡椒面 烧起的生抽 先上干淋一点 花椒 烧熟的给它炒匀 来 盆椒油 加上去 撒上葱段 炒匀 继续给它炒匀 出锅 好 把我们炒好的姜葡萄 装入腊盘炒 稍稍给它撒几块 黑色的别芝麻 点椎一下 美味即餐 做出锅 烧锅 倒入腌炒 车炒 好 给烧鸡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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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